嘿嘿嘿 今天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就叫柔光 或者英文就叫softbox 所以什么是柔光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子它整个面积 透过一个闪光的片 所以当它照射的时候 它会有 不会有太深的阴影 所以这样子大家可以看我的脸 所以它是很柔和的 照在物体或者人脸上 这个就是柔光 很容易解释 很容易解释 所以大家经常会碰到的 像阴天或者像你在你的窗口旁边 都会有很自然的柔光形成 你可以去尝试 而柔光的特点 它可以很柔和的 把人或者物体分离开来 而且不同的角度的柔光 它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灯光效果 比如说我把它放在 把它开亮它 然后把它灯光 颜色放亮 比如说把它放在这边 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把它放在我身后 大家可以看到 又会有很多不同效果的产生 这个就太亮了 所以当你使用柔光的时候 你要注意几点 第一 当它距离很远的时候 它的光线一下子会变得很弱 所以这样子你要特别小心 距离怎么去使用光线 等一下 它光低一点 所以当它距离远离的时候 它的光线很快就很弱下来 就不能照明太远的距离 第二 就是它真的是不会太刺眼 所以当你怎么看的时候 它对物体的轮廓造色 或者是细节 都有比较强的作用 就怎么讲呢 就比如说不会有一部分过亮 一部分有过暗的地方 都可以很柔和的 把整个人的设置好的话 可以把整个人的脸廓很柔和的表现出来 上次给大家看过的就是叫 反亮这个灯 如果你们还记得 就是这张灯 它就不是柔光 它就属于很远距离都可以照射的光 所以只要看 这样子很快 我的脸就过亮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使用柔光的时候 这种都是需要远距离 如果使用柔光的时候 我们再给你看 放在地上 而人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的曝光 或者是过曝 基本上都是很均匀的 就不像法尼奥那张灯 所以当你看这个时候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类型的灯 那个也不错 不同的用途 所以当你了解这两种不同灯光的用途的时候 你的拍照还是摄影 你就有懂得怎么利用自然的光线 去营造出你想要的气氛 在反而这种灯 有点像很强烈的晴天的太阳光直接照射 这个就像阴天的光慢慢柔和的照射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以后有机会 再见 再见 拜拜